西海国的老乡们,白战斯能听懂西海国话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西海国地方的一个松口粒,叫做石土子,这个土子就是,大家知道你们,但是这四个农村的这个娃娃刷这个,给娃娃刷这个松口粒没有人生攻击的意思,听来哈哈也笑着对了。 这么个说着呢,说大土子黑冰,二土子忙,三土子胆税劳密他,四土子私隐阳,五土子五地方,流土子瓦缝菜木他,七土子抬把土子买,旧土子揣笔单销扶着来,石土子刷钱交不来,这就是十个土子。 那么,这个故事,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也许是地区十个,也许是就是这一个从自己的,是个土子,是这么个的。 他翻评了一个社会现象,也许是农村人家,直接的一种是互助行为,还有一个是,更重要的是,他翻评了西海国的一个民俗现象,所以,就要特意把这个事情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么个民俗现象,就是说,人生老病是,然后一种脏肃,是这么个的。那大土子黑冰,就是生了冰凉,二土子忙,那么在一切生活的人吧,一个生了冰凉的话,第二个人肯定就忙了,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比如说在农村里面干活着呢,几个人的话,其中一个人生病的话,另外的人的这个工作量就增加了,这是现任。 就是说是毛了,好,大土子黑冰,二土子忙,三土子胆税,劳密塔,这几个里头就还有两个这个民俗学的这个要素里面,第一个是胆税,现在你后到农村里已经这个做了税盖,就是说已经有硬和这个自来税了,也叫压税,压税, 这是搞出的,通过水罐的话,把这个水的印过来,印水工程了,这么个点,但是还有些人,依然还是在进你去水,或者是在活年,还去带税里面,那么我说的这个公司,那是还在这个狗年带税的时间,就是带税, 老密塔,那个农村人认为这个小密子密塔,是很养体的,你看女人生的娃娃,也是这个活小密子密塔,这个男人,男女女生的病的话,活这个密塔,就是能够很好地让人 恢复这个身体健康,这个东西,你看,现在医学生和医院警察,医生就让这个病人,你吃流体十万, 密塔就是一个电信的流体十万,非常好地,好,这是脑密塔,就是这个病人要活年, 三土子打水脑密塔,四土子四营羊,五土子五地方,流土子瓦丰,采木塔, 三亿四年,四土子,是一个营羊,这个在农村,大家都知道,是,这个,就是,警察, 这个营羊,他这个,这个,他们自己,警察说是,在营羊两街,进行这个,互统的,一种的执念, 所以,这不是那个,汉代的时候,营羊学了,那个,不是学温这一方面的, 他是一个执念,这叫营羊,是民间的一个宗教人士,这么个人,他本身就是农民, 据我所知的话,营羊都是男的,那么就说, 像一个营羊跟我说,他是,据我菜营羊两街这样, 就是说,人间,洋街,发生了啥,更大事情的话, 都是要通过营羊代理,跟营羊要进行沟通, 你比如说,有谁家家里,谁病得厉害,或者是出现了一些意外的一些事故, 这一类的话,那么从营羊学的时候, 营羊的这个念过程,就多少来想的话,就是重犯了啥东西呢, 那么,有时候,就是说,你比如说,重犯了家庭呢, 就是讲你这个学校的老人呢,等等的话, 那么,重犯了的话,最要给人家去高培, 要去,就是说,捣个钱,这么个的话, 那么营羊最要给卸,这个, 你比如说,如果是得罪了土地益的话,他就卸个基图, 如果是要高培,假年去世的人呢, 就类能闻了,类能闻了这一类的文章, 就是要写这些字的东西啊, 那营羊还有这个什么,就是除了给别人, 审兵的时候,你送兵,打正假年, 那么如果有去世的人的话,那营羊的作用就更大了, 就是我想,你想,给开这个采缝, 采缝开这个埋葬的日期, 比如说,你比如说,如果在土旺时候的话, 人去世的人的话,就不能埋葬,因为不能冬透, 所以呢,就一个等着这个土旺过来的话,才能去埋葬, 还有一个是,看这个东西南北这个方向是不是控制你, 如果是不能去没人的那个方向的话, 你这个,这个人如果假年有, 假祖里头有逢源的话, 如果是东北乡的, 不是东北乡的,是南北乡的, 但是呢,今年这个南北乡是不能没人, 那么如果再去世的人的话,咋办你, 只要积买,积葬,想要积葬到一个东西方向的地方, 离这个蒋宁这个逢源很近的地方, 就像积葬上一年, 到这个宜祖年曼的时候, 在因为第二年的话, 他就这个东西,这个南北乡又送的, 他就又积葬里, 办逢源, 就再摆到这个山岸, 摆到那个家庭的这个逢源里走起来, 这一类点, 所以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因为在农村的话, 大家都认为, 以待亡人埋葬这些不争确的话, 那不仅是会给这些假装人带来这个刺身灾难, 更重要的是有可能给政客审判对你, 或者是政客审刺你, 这个要有拽子, 这是有阴阳, 而且要付加浪耗, 对啊, 那阴阳还有重大的作用, 就是说, 人家去世的话, 阴阳还有一个粘锦, 粘锦就是给灭罪业, 就是说把人在事件的时候, 你现在, 罪年现在给灭罪业, 希望在来世, 或者在隐藏这些方面, 不要在手工头的惩罚了, 就是这么个的, 所以, 这政客的过程的话, 都是非要有阴阳, 非得有阴阳不可, 是这么个的, 所以, 所以, 司徒这四隐藏, 就说明, 要么就是这个, 兵已经中了, 需要送兵, 达政奖的你, 要么就是已经去世了, 等于, 这个, 松口六, 上下文件事, 人已经去世了, 司徒这四隐藏, 物徒这物地方, 三个地方, 世界就是, 就是当地的这个, 什么官员, 但是, 就是说负责这个, 什么, 就是说, 还没有从政那么大, 他就像个是对账嘛, 或者是, 这是中国的, 是个地方官员, 是地暴自己的, 好, 叫物徒这物地方, 但是也有人, 跟我说, 这个地方, 这自己是封建开, 就是, 咱们去, 那个, 开这个, 隐阳仔的, 就是炫, 这个宅起地的, 比如说, 给人开了哪道该房, 修院子, 这是回, 是阳仔, 开了哪道, 活石, 就是埋葬这个, 王人的话, 是炫阴仔的, 这个都是很有学问的, 这种人叫冯建可, 冯建可, 这也是, 有点人说, 这个地方就自己是这个, 那不怪是咱们哥的话, 是一个与埋葬人有直接关系的, 一个执念, 这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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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图子, 是, 流土子, 瓦蜂, 菜木桃, 瓦蜂和菜木桃, 瓦蜂就是, 瓦一个, 那个, 瓦一个坑哈欠, 一般都是长发型的, 这么个瓦的哈欠的话, 木桃你是, 有的叫, 串堂, 有的叫片堂, 串堂是, 这一个四方子坑瓦的哈, 不是四方子坑, 是长发型这个坑, 瓦了哈欠之后, 然后在头里, 在前面的话, 这是瓦进方法材这方里, 再瓦一个洞, 瓦一个洞进去的话, 那就是, 把拐材这么, 裸着哈欠之后, 再上到那个洞里头去, 那个就叫木桃, 就是瓦蜂和菜木桃是两个, 呃, 不做, 两个不做, 呃, 这是叫直船, 就是说直舰这么个船进去的, 呃, 还有一个叫片船, 或者叫片堂, 片堂是的是, 缝瓦的哈欠在侧面弄一个, 这个, 这都是由阴阳来决定的, 呃, 侧面瓦一个木桃, 然后把拐材下的哈欠之后, 横着, 去到那个, 呃, 木桃里头去, 然后在燕面, 这是中个的, 这是流土子瓦蜂, 菜木桃, 它是把这两样事情, 对上流土子干凉, 齐土子抬, 拔土子埋, 这个农村人把埋藏人的话, 就把这些抬买来年, 抬买就是两个, 呃, 是险后的两个这个啥, 程序都连着你, 抬到让大家说, 把王人要抬得清啥, 然后就是要燕面了, 说抬买, 抬买, 喝点, 六土子抬, 把土子买, 然后旧土子揣背带消苦着来, 是有一次民宿下的最电信的事情, 揣背带消, 呃, 这个西方人的话是, 呃, 那的是黑色的, 呃, 这个是属于是脏腹之类的, 白色是他们红利上的, 但是, 所以传背或戴消就是两种, 传背的设计是消负, 如果是这个去世的亡人 下面的子女 尤其是儿子 比如说是儿子们 老大年是属于杖孝 那个就是传的是长孝化子 像长婆一样 他那个是长子 如果是杖女的话 传的是长孝化子 从老二开始 比如有几个弟兄们 或者是自明几个的话 都传的是八段的那个校服 这是叫传背 而咱们听过匹马代孝 咱们我们这叫传背代孝 代孝就是带那个小猫子 Yes be yes 就是传背代孝 还要苦着来 大家不上 讲你情人去世代的话 大家后出生苦 这也是一种非常传统的民俗 这是传背代孝苦着来 然后你还有一个图子 十图子刷钱交不来 这是那个斩了杜博来 刷钱起来 交起来说 他要捞钱 或者怎么看 这交不来 但是也有一个办法 刷钱交不来 所以洗物联工系 是交不回来 刷钱交不来 好 我现在把这是个图子 这个顺口流言 再说一遍 叫大图子黑冰 二图子盲 三图子耽睡脑蜜糖 四图子撕饮羊 雾土子雾地方 留土子瓦缝菜摸他 其土子抬拔土子买 旧土子揣背代孝 否着来 十图子刷钱交不来 好的 希望这个故事的话 能给你带来一段时间生活愉快 好的 谢谢了 如果你受投你有更多的这个啥 最对最对 民间消货的之类的话 把进测这个流言训练跟大家分享 谢谢了 谢谢大家